大家好,我是罗洪,今天我们来做五人月饼 很多人不喜欢五人馅,口感太过于扎实、坚硬 我今天做了一点小改变,我不敢说全网第一 但是如果试了我的方子,充实你也会爱上五人月饼 转化糖浆225克,植物油75克 植物油最好分多次价,以免油水分离 碱水5克,碱水可用1克碱加3克水代替 不过上色效果略为逊色,充分搅拌均匀 然后筛入低筋面粉,普通粉也完全可以 用刮刀拌均匀,不要揉 不溅干粉就可以了 放入保鲜袋里,洗面两个小时后使用 洗面的时间来做五人馅,所有的坚果都必须炒熟 我这只有腰果和杏仁是深的 平铺在烤盘上,烤箱不要预热,150度烘烤6分钟左右 关火焖几分钟至酥脆 中间时不时的翻翻面 烤熟的腰果杏仁,放凉后放在案板上,用大刀粗略地过一下 所有的大颗粒的坚果都需要这样做 像小颗粒的,如葵花纸,芝麻就不需要了 密件要减层小颗粒 然后将处理好的杏仁50克 腰果50克,花生100克,葵花纸100克,核桃仁100克 黑白芝麻各50克,蜜饯100克,放到盆里 下手拌均匀 红薯用电饭锅烤熟,这样含水量扫 然后压层梨,则有260克的红薯梨,加60克的白糖,调拌均匀 再加入植物油80克,拌均匀 淀粉25克,过筛,不会结块,拌匀 接下来将红薯梨倒入果仁中,调拌均匀 传统的五人蟹,使用面粉或糯米粉加清水,将果仁粘合在一起 粉类做熟,放凉后就会老化,变得干硬 而用红薯代替,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将做好的五人蟹分成64克一个的小球 形好的月饼皮分成38克一个的小圆球 取一个饼皮小球,先用大拇指按一个窝 再将其按开,成为厚薄均匀的圆片 将馅尿球放在饼皮的中央,翻过来 按压出空气,再翻过来 将跑出饼皮的线,按下去 饼皮向上推,边转边收口 模具刷成淀粉,然后抖掉 全部包好后压磨 压磨前,先刷上薄薄一层干粉 防止粘在模具上 将月饼森皮小球放在油纸上 用模具压出花纹 月饼进炉烘烤前还要喷水物 喷嘴头不要直对月饼 与月饼平行从高处喷下去 200度先烤五分钟 这个时间准备蛋液 一个蛋黄一勺清水打散过滤 月饼取出刷第一次蛋液 毛刷沾满蛋液,然后在碗边刮干净 在月饼花纹凸起的地方 轻描淡写地刷上几下 第二次烘烤180度烤8分钟 取出后刷第二遍蛋液 重复刚才的动作 最后一次烘烤160度 月烤12分钟至上色满意 这个饼皮的配方我用了很多年 上色非常好 盖上厨房机 待到温热的时候放入密封盒 回油两到三天再吃 两天半以后 现在变得非常的油韵柔软 图案花纹非常的清晰 轻轻地就能掰开 因为没有用面粉糯米粉 就不存在放三天 五人馅变僵硬的结果 除了用红薯泥 还可以考虑用南瓜香芋 如果你也想吃 收藏向来试试吧 外面买不到 我是挪红 咱们下期再见